我們錄影時間是傍晚的5點多 香港雲旦這一天 街頭大遊行 到現在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民政有兩個訴求 一 解散警隊 二 重組政府 如果都做得到 以後不上街遊行 老師 做得到嗎 做不到 這兩點基本上不可能 不合法 也不合理 那我覺得民政就一直 民政現在坦白說 他找不到很多理由 這兩點做不到的話 代表就說 接下來又繼續遊行嗎 預告2020 他們一定會繼續鬧下去了 但我覺得這個對香港並不好 對香港的廣大的市民也不好 因為香港人還是希望穩定下來 而且現在的情況是 香港社會失裂了 老一代的香港人 對他們這個年輕人這樣做 他們是不以為然的 所以我們看到家庭裡面適合 那甚至中年人 或者是青年人的年輕家庭裡面 其實也有失裂 在年輕家庭中 有些人還是希望穩定的 那他的配偶可能會希望說 那麼這個世衛遊行是有正當性的 所以我們看到家庭也失裂了 這個對於香港的社會發展 其實是不好的 而且我覺得民政的要求 已經越來越站不住腳 你怎麼可能說 我今天把那個警隊重組 什麼叫做重組 你要重新說全部解散打散 然後我再重新招募新的警隊 那你新的警隊是怎麼重新招募法 那你這個警隊不是一個 說我今天重組就重組 他需要很多經驗的 要老兵帶新兵的方式 還有你說這個政府 政府你一國兩制 怎麼可能說你今天 你說重組就重組 而且我覺得 那還是一個憲政體制的問題 你要回到憲政體制裡面的時候 還是要回到基本法的體制嘛 也不是說你今天 在那邊搞世衛抗議 然後就整個政府就重組 就是之前一開始的 吳大叔就包括了反送中條例 後來港匪已經收回來了 但是依舊是繼續上街 現在就提出了新的 包括了解散警隊跟重組政府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前提拉高 就因為你無法答應達成 我就繼續上街 看了整年都會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一直下去的話 對香港人變不好了 好 我們來看看有一段畫面 給大家引起關注的 是解放軍駐港部隊 比較罕見的駐港部隊 公布的影片喔 這是公布了在南海地區的演習的影片 背景還是維多利亞港 郭源你有什麼樣的解讀嗎 對於這樣的影片 流出來 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因為對香港如果內部有治安 那個基本上也是要經過在地政府的請求啦 那維持治安 事實上上他不是出來清掃街道嗎 是 那個效果也有出來 其實我覺得民主派 真的應該針對 比如說本來的五大訴求 除了雙普選之外啦 那林鄭當然不能下台嘛 他現在改成重組政府 可是重組政府你要具體講哪個部門啊 那林鄭不是也成立那個獨立什麼 檢討委員會嘛 他應該繼續去追這個訴求才對啊 就是 比如說林鄭你認為 獨立檢討委員會要怎麼運作 要怎麼派代表 那這個可以去追集嘛 可是 這個運動好像又給我感覺是 又離開原來的五大訴求 又提出新的訴求 很少運動這樣做的 委員因為民進黨也是街頭運動 不斷發展著長起來 你覺得在街頭 因為到一定的情況之外 會有疲態出現 不過元旦今天看起來人數還是不少 因為他要撐到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撐大半年 所以我是覺得他應該就原來有成功的部分 比如說五大訴求 那個反修例收回嘛 那個台灣條例收回 這個算得分嘛 那林鄭下台這個不太可能實現 可是你可以要求政府 比如說哪個部門你有意見 這可以具體說出來啊 然後林鄭也承諾要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那你可以從這裡來發揮你的空間嘛 我就覺得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提出新的訴求 這個在運動上 邏輯是不對的 所以委員看法 基本上在今年的九月之前 可能還是要不斷的透過像街頭的集結 讓他的溫度繼續存在 可是這兩個訴求坦白說沒有原來的五大訴求有張力啦 沒有 OK OK好我們再看一下 24號剛剛就電視上出現這段影片是解放軍駐港部隊在 海軍的部分呢進行了一個操演 接下來29號 其實駐港部隊還發布了最新的三軍聯合的訓練影片 要全面來檢視駐港部隊的旅行防務能力啦 這相信就是可能就是對於香港的街頭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 港府 警方又對於元旦這一天的街頭遊行是發出了許可 江老師你怎麼看這事情 就是一方面我同意你 因為這是 只要你合法申請 我們認為蘋果OK 顯示我依舊是非常的開放的 那另一方面我也跟你看 影片我是有處理的能力是嗎 八個字 八個字 先禮後兵 那個禮是法禮的禮 不是禮貌的禮 先禮後兵 我先跟你講道理 講法禮 後面兵在這裡 後面四個字 有恃無恐 我這個架勢不是事情的事 我這個架勢擺出來 有恃無恐 解放軍很難得在一週內連發兩條訊息 他釋放訊息就是 釋放共軍有能力控制大局的這個資訊 讓多數人知道 所以我說先跟你嘛 先禮後兵 先講法禮 先講道理 後面有兵在這裡 那有恃無恐 我恃架在那裡呢 我就不用擔心 你們不要認為說 你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像我們剛剛看到說 你已經脫離原來五大訴求 漫天喊架就地還錢 不可能 政治這兩三位專家 包括我在內 這政治的定義就是 針對社會價值所進行的 權威性分配過程 那你這些民政或者其他抗議者 所提出的極大數學 那叫社會價值 雙方找到共識 那因為沒有共識 所以衝突這麼久到現在為止 可是最後所謂的權威分配的過程就是 誰有合法的武力 依法有據 你要現在解放軍或者是港府 他用基本法的14條18條 都可以用 所以權威的分配過程就是 最後是誰裁定 是具有眾所接受的 依法有據的武力 來做最後的定案 所以就這層面來說 我認為解放軍在這時候 用這樣的方式出來 基本上還是流中不發 但是告訴你有恃無恐 所以很明顯 這是一個所謂的棍子 跟紅蘿蔔 旗下的情況 剛剛阿亮哥講得很對 就是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對香港自己是傷害很大的 那麼12月份 2019年12月份的所有資料到今年 2020年才會公佈 可是我們看10月跟11月份 它整個零售的整個銷售總額 已經減了一半 10月跟11月來港的觀光人數 也少掉了52% 這過去很少見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香港正在進行所謂的 自我毀滅的過程 而這種自我毀滅 能不能讓更多香港所謂民政的組織 是得到更多的一個 換其他同仇敵看 我認為不容易 因為就如同前面兩位好朋友所講的 這是一場消耗戰 你要撐到9月 我們試想一下 是擁有資源的政府 那個資源比較遠遠不覺的 還是你們這些資源不要從哪裡來 這些人資源比較久 就正當性 合法性 跟資源消耗戰來說 要撐到9月非常非常難 所以我的結論是 最後一定是一勝二衰三劫 撐不過6月 不過民間的資源這一部分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會討論 對我看贊助那一方 可以撐多久 真的是勇武派的部分 OK 好 剛剛老師提到的 包括了 有事物恐先禮後兵 這樣的一個態度 跟這樣的一個訊息釋放出來 一般的香港民眾 聽不聽得懂 給大家看一個民調的數字 這民調數字是香港民意研究所 接受路透社委託做的一個民調 當中特別注意觀察的是 反送中的運動 59%的香港民眾 是支持的 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受訪民眾 曾經參加過 反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動 不過民調同時也指出 香港從中國大陸獨立出來 贊成的也就是贊成港獨的人 只有17% 這個比例是相當懸殊的 請教賴老師你怎麼看這個數字 反送中我贊成 先請六成 但是等同於港獨嗎 完全不同於港獨 因為港獨只有17% 是否也代表著 香港人其實很知道自己的處境 反送中這條例我可以反抗 但是如果觸碰到港獨的話 這個跟北京硬幹這種事情 一般香港人是知道做不來的 我覺得 不管是17% 或是未來會減少還是會增加 一旦有這個港獨的 這樣的一個聲音跟勢力 其實香港的問題就複雜化了 所以香港的 如果他們最終要追求他們的特首直選 我覺得他們的可能性就越來越遙遠了 因為港獨只有會使問題複雜而已 香港的問題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它沒有任何獨立的條件 不管是法理上或是現實上 它跟很多其他的地方的這種 包括加泰隆尼亞 或是柯西加島 或者是說是蘇格蘭 或者是說是愛爾蘭 他們的情況完全不同 香港是完全沒有辦法自己 那個自力更深的 它沒有任何生存條件的 它的水電 所有甚至連儂產品 都要從中國大陸進來 沒有中國大陸的支撐 香港是走不下去 而且在歷史上 香港就是中國的領土 是因為壓邊戰爭被割掉了 因此 當你一旦有了這個 港獨的思想了以後 有港獨的勢力的時候 香港要特首 我覺得就越推越遠了 這個是這一群人缺少政治智慧 因為你一旦有這個 獨立的聲音的時候 我就不太讓你直選 本來是我可能可以讓你直選 是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的時候 讓你直選 我覺得這個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可是當你開始有人認為說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英國人 或是我是美國人 那麼當你這樣子推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就離他們的特首要直選的 可能性就不大了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其實反送中 其實就是反逃犯條例 如果我們嚴格上來看 反逃犯條例的話 其實對香港人 對香港人 現在的香港的法律是負短的一個法律 是對香港負短的一個法律 而且是歧視性的法律 也就是說香港人犯罪 不受中國大陸 台灣跟澳門的管轄 可是他卻要受其他西方國家的管轄 也就是說你香港人在美國人犯罪 美國可以用引渡的方法 把你香港人引渡到美國 可是你香港人在中國大陸犯罪 或是在台灣犯罪 卻不被引渡到台灣 也不被引渡到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負短的一個法律 因此坦白說 現在的這些包括六成的人說 我是支持這個 我是反對這個反送中 我支持反送中 就是我反對這個反台灣條例 在法理上 在法的道理上來講 它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叫做負短的一個法律 這是一個自私的法律 因為同樣的法律 如果是用在美國人身上的話 美國人認為 我怎麼可能我一個歧視性的法律 但是香港人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法就是保護他們在中國大陸 在台灣 在澳門可以犯法 所以這是一個不對的事情 但是我 但是後來他被政治操作以後 才被污名化 污名化我們就不講 可是我簡單的一個結論就在於說 負短的法律 圖現出香港人對於事情道理的不明白 六成人的不明白 六成人負自己的短 我覺得 但是港獨把問題複雜了 港獨要使原來香港人的理想 希望說特首直選 我覺得是越推越遠 逃犯條例基本上港府已經撤回了 我問你我問老師 反中基本上後來變反中嘛 反中這個當中本來的核心 逃犯條例被拿回來了撤回掉了 那接下來這運動 如果是反中運動的話 主要訴求會是什麼 剛才委員講到說 你應該徵就 這個政府當中哪個區塊是必須要 獨立調查委會要怎麼樣派代表什麼 那個部分來做討論 但顯然現在是剛剛 我們在看到今天元旦 又把它拉到另外一個層面 要衝突政府等等的 你覺得接下來如果反中要變成一個力量 或者是一個持續延燒溫度的話 他的中心訴求會是什麼 我覺得反中已經是沒有力量再走下去了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現在用暴力的 用搞亂社會秩序的方法 我個人是認為說他沒辦法走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反中國這個部分裡面 事實上是有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你香港人怎麼去反中國人 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了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區 特別行政區 所以你香港人去反中 坦白說這很奇怪 你香港人反對自己是香港人 那這個就是台獨嘛 所以這個是站不住腳的 港獨啦 就是港獨 對不起 這不是台獨 這港獨 那你根本就站不住腳的 你怎麼可能再走下去 我補充一下 老師說這個是力量會少 但是元旦從畫面上 因為現在主辦單位還沒講人數的 多少 但是畫面上看起來 人還是多的 我跟你講反送中會有那麼多人 其實是因為不相信中國的司法品質嘛 這個是制度之爭 可是反中就不一樣囉 反中就一定會跟香港要獨立啦 或者他要獨立於中國的現狀之外 或者他反對一國兩制 這些東西會扯在一起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他跟台灣是不一樣啦 台灣中華民國本來就 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你香港不是耶 你香港現在是在裡面耶 對啊 你怎麼可能去反對一國兩制呢 所以他應該是說 他要支持好的一國兩制 所以他要求制度品質的提升 那這樣就可以跟反送中原來那個 對中國司法品質的不信任那個接上 可是現在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你怎麼看六成跟16%差異 其實我覺得我剛剛接到阿亮的話 當然要講這個 就是你如果要反對政策 那有得商量 因為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見 反對政權差一個字 那你就要推翻我的政權 那不容易 從古到古今中華 任何想要推翻政權呢 那雙方就沒得商量了 政策不一樣有得商量 所以如果反送中的這個運動 改成反中 那就沒得商量 因為你要推翻人家政權 那第二個就是 你現在幾乎是等於 全面鋪天蓋地去反 至少如果你要成功的 在街頭運動 或者一般公共政策概念來看 也是唯點打圓 唯一個點告訴你 這一點我要改 然後呢 得攏妄署 得寸進尺 你沒有 你現在一下一步到尾是不可能的 那這麼多人來說 那就情緒嘛 也就是說 現在整個那個 所謂的情緒性的政治 從美國到全世界 幾乎現在都是如此 極端政治跟極端氣候 配合在一起 香港好像也不例外 台灣也是如此 17%代表說 香港的明白人還是多的嗎 是 OK 好 我們習近平和回來去聊 習近平在新年賀詞當中 也提到了澳門 提到了香港 媒體台灣 回來的